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上就要比赛了嘛 可是我这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 所以我就想多练一会儿把思思的赞 有压力吗 我第一次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 可是我觉得以我现在的成绩来说 不太行 可是你不是曾经说过 扔镖枪对你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吗 是啊 可是我才发现原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也是会有破脑的 那是因为你对自己有期待了 以前的你只需要专心 在享受运动这件事情就好了 可是现在你想要做得更好 你就会迷失方向了 其实就像之前的我一样 其实就像之前的我一样 在钢琴上面太急于求成了 反而忘记了做音乐的初心 你还记得当时跟我说什么吗 不要想太多 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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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你唯一要超越的 只有你自己 我 我可以吗 为什么不行 我们都可以啊 我停吗 停吗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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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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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